改弦一彻 听成语故事 洗古人智慧 幽图笑谈成语篇第82集 事宜 改弦 改欢月弦 语本 汉 董仲书 元光元年 举贤良对策 一彻 改变车型方向 语本燕子 改弦一彻比喻改编制度 做法或态度 典元 改弦 汉 董仲书 元光元年 举贤良对策 据汉书 卷五六 董仲书传 隐 自古以人来 未尝有以乱几乱 大败天下之名 如秦者也 其遗毒余裂 至今未灭 使习俗国物 人民淫丸 抵冒书汉 孰烂 如此之甚者也 孔子曰 腐朽之木不可凋也 粪土之墙不可污也 今汉寄秦之后 如朽木粪墙矣 虽欲善致之 亡可奈何 法处而奸生 令下而榨起 如以汤指费 报心救火 欲慎亡义也 妾辟之勤色不调 慎者必解而更张之 乃可无也 唯正而不行 慎者必变而更化之 乃可离也 当更张而不更张 虽有粮功不能善调也 当更化而不更化 虽有大贤不能善致也 故汉德天下以来 常欲善致 而至今不可善致者 失之于当更化而不更化也 一彻燕子 举一林倦一吟 燕子之额三年 毁闻于国 仅供诏而问之 对约 应住西境 吉门驴之政 隐敏勿之 举简罚偷 堕民勿之 绝欲不畏强贵 强贵勿之 左右取求 非法不语 左右勿之 是贵人不能过礼 贵人勿之 是三邪毁于外 二禅去于内 臣请改车更致 三年必有预言 筑简 更张 调整琴弦 重新张设 五 弹奏 更化 改旧换新 指正令教化的改革 燕子 燕英 悟祥至公元前五百年 自重 春秋其人 必是灵工 装工 向其警工 上简立行 为当时名臣 世平 始称为燕平重 后人尊称为燕子 和春秋十七国地名 西境 小路 西 阴西 门女 乡里的门 隐民 邪恶不正的百姓 举简罚偷 表扬皆简者 惩罚偷窃者 惰民 惰 阴惰 怠慢懒惰的人民 典故说明 改弦一彻 系由改弦 即一彻二语词组合而成 改弦是出自 汉书 卷五六 董仲书传 所录的云光源年举贤良对策 董仲书 公元前一百七十九年 至前一百零四年 是西汉名儒 少至春秋 孝景诗为博士 提倡独尊儒术 诸有春秋繁禄等书 因为他是当时著名的学者 所以汉武帝经常请他在施政方针上提出建议 在元光元年举贤良对策 介收于汉书本传中 董仲书论到秦末乃至汉初的天下局势 就像腐朽的木头 又像粪土所作的墙 虽然君王想要发粪土墙 却无可奈何 追究其原因 便是国家的制度没有改变 他又举更换乐器的弦为例 说明如果应该更换弦而不更换 就算是最好的乐功也无法弹奏 以此强调如果制度没有更改 就算有贤人治国 也无法将国家治理得很好 逆彻则是出自燕子 燕子治理河第三年 结果明月四起 齐景公知道了 就召见燕子问他是怎么一回事 燕子就回答 因为他端正社会风气 所以心怀邪恋的人就有怨言 表扬节俭的人 惩罚偷窃的人 所以懒惰怠慢的人就有怨言 因为不畏强贵 一视同仁 所以毫富权贵就有怨言 禁止官员滥用公堂 所以下属们就有怨言 侍奉贵族不能超过理智的规定 所以贵族们就有怨言 由此可见 这些人之所以缠帮燕子 并非因为燕子治理不好 而是因为燕子的改革 让他们既得利益受损 所以才说坏话攻击他 燕子又请景公 不要因此而停止改革 反而要彻底放弃旧路 改行新政 这样不出三年 就会有好的正生 这两个点员 一用更张 一用改撤 后来被合用演变成改弦易撤 用来比喻改变制度 做法或态度 用法说明 一 经商意图既然行不通 他就改弦易撤的写起小说来 二 他都知道物路歧途了 竟然不知改弦易撤 令人遗憾 三 经过长期考虑后 他决心改弦易撤 放弃目前工作 另谋出路 四 总经理接受了大家的建议 将营运项目改弦易撤 士气 为之大振 五 这个制度已经僵化了 如果不改弦易撤 如何能面对新环境的挑战 改弦易撤 比喻改变制度 做法或态度 恭喜 今天您又学会了一句成语 听成语故事 洗古人智慧 YouTube笑谈 感谢您的观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